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 8月18号香港度过了反修订逃犯条例后 首个没有催泪弹的民众运动 时隔才一个星期 激进的示威者让暴力重灵 向警员丢置汽油弹 砸烂店铺打破橱窗 种种过火的行为已经不能够用英勇来形容了 冲突事件造成38人受伤 其中一人情况严重 38人被捕 年龄最小的才12岁 百万香港人整线的和平 理性 非暴力精神 经过昨晚的暴力一役 有可能毁于一旦 全清回游行以和平开场 却以暴力收场 激进示威者破坏公物 投掷汽油弹 砸毁店铺橱窗 警方第一次出动水炮车 警方事后公布数据 36人被捕 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2岁 包含15名警员在内共38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有警员被示威者包围时拔枪甚至开枪 进一步挑动港民敏感的情绪 我们的同事因为生命受到威胁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和多次警告无效之后 为了保护自己 和其他同事和在场人士的安全 有6名同事拔出配枪戒备 其中一名的警员向天发出一枪警告 当中没有射中任何的人 事件中这一名的警员表现英勇和黑制 而他使用的武力 在当时的情况是必须和合理的 香港警方及亲中民建联议员 严厉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民主党则敦促特首林郑月娥 与人民真诚对话以解决香港危机 马信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